Litecoin不是一個再次的貨幣 加密貨幣我們買的不是買貨幣 買的是背後有一個什麼市場 我要在意的是Litecoin對社會來說有價值 只要它有價值的話 價錢最終是會來的 現在很多ICO ICO和蠻蠻貨幣是一個貨幣 但沒有任何利益 有些所謂ICO 甚至連白皮書都沒有 Litecoin至少現在 已經有一個應用層面的示範 我認識了Kin多過十年 一開始我認識Kin 他是在Lakudo當作投資 有很大的記錄 有騰訊和紅燦的投資 去做Litecoin的時候 我特別覺得 跟其他做蠻蠻貨幣有些不同 數碼化的蠻蠻貨幣 是不是一樣有它的價值呢 重點就是 背後是不是有一個市場 可以減低了交易國方的成本 是特意針對著一個市場去做 Litecoin的存在是為了照顧 現在很多自由創作者 所謂的Slash 這個族群其實是越來越大 本身已經很多人做兼職的創作 但隨著網絡發展的人口會越來越多 地球有七十幾億人 就算是網上人口也有四十幾億人 這個純粹創造內容的市場 都已經是可以很大規模 不可以用今時今日的規模去想 我們是見證市場革命的第一步 究竟可以去到多遠 我自己是很樂觀的 Litecoin的拳隊 我知道就是 他們會有一個誠意 但是他們四年之內 會繼續去慢慢地 才會把他們投資的Litecoin 去實現 英文說 即是把錢放在哪裡 即是他們願意把他們的價值 把他們的錢 放在他們信的地方上 他給了一個感覺 是想透過這件事 可以貢獻社會 所以我支持Litecoin 我不留意幣的價錢等等 價錢和價值可以是兩件事 我要在意的是 Litecoin對社會來說有沒有價值 只要它有價值的話 價錢最終會來的 用來獄店 以後 今天很會完成 Hit ya 有一天 G deTa 閃光 ovan 二 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